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张嘉玲张医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又收看我们狂衣秀的节目 今天张医师来跟各位讲一个比较接近时事的话题 那么就是COVID-19疫苗的注射相关的话题 我们知道COVID-19的疫苗截到今天6月底为止 全球已经打了超过30亿支的增计 虽然已经有这么多人接受增计的注射 但是疫情还是仍然没有缓了下来 我们称为这波叫做第四波的流行 反观在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流行的时候 它也是经过了三四波的大流行之后 病毒就突然间消失无中 在一种没有原因的情况下 病毒就消失无中了 所以我们要忍受多久疫情的肆虐 其实根据过去的网历经验来讲 大家还有一段苦日子要过 有关于这个疫苗的施打 各位观众可能在许多的群组许多的网路上 已经有承取到许多相关宝贵的知识 因为疫苗本身它是一个新开花的东西 也是在短期内制造出来的一个制剂 那么今天我在这里并不会跟各位讲太多的学理上的问题 而来分享我自己本身跟我的朋友病人群 他们打过之后的一些相关的经验 我手上这个叫做COVID-19疫苗接种记录卡 我本身是在6月1号施打 到现在已经一个月 我所打的当初在台湾只有AZ疫苗 因为AZ疫苗也是全世界打的最多的疫苗 当初在台湾的时候只有AZ疫苗可以施打 并没有其他的mRNA疫苗到台湾进来 所以医护人员在第一线他也别无选择 但是很多人因为AZ疫苗产生的副作用 主要是血伤的问题而果足不浅 刚开始我记得施打率也不到一% 全所有的医生护士人员 大部分都是抱着光望的态度 直到疫情转为严重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抢着争夺打AZ疫苗 这种情况就是一个人性的表现 一方面你在没有打之前 你会怕自己受感染 可能你每天会遇到24小时 你会想我跟这个人接触 我出去了我会不会被感染 我的朋友家人进来的 他会不会把感染人带进来 你每天要担心受怕这么痛苦的生活着 如果你有勇气你去施打AZ疫苗 打了之后你会又想 哇我今天是不是会得到水酸的一种并发症 所以这个天然交战是我们一般人性能够理解的 所以今天我跟各位讲 张医师本身打疫苗的时候 第一天精神好得不得了 完全没有任何症状 好像没有打过一样 当初我心里还想 呼吸小姐是不是帮我打的是死盐水 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么就在高兴没有多久之后 第二天的清晨就开始睡觉时候发冷会发抖 那么发烧了半天 大概维持到37度8到38度 半天其实他就慢慢的缓和下来 今天是第二天 昨天下午三点钟打完以后 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发烧 没有全身酸痛 反而精神特别好 清晨才感觉有点发冷胃寒 那段时间是比较不舒服的 白天现在开始就有点点发烧 体温大概都介于 38度2跟37度9之间 也只能尽量喝水 针孔开始有点红肿会痛 手移动的时候就有痛的感觉 我们再观察接下来有什么变化 其实我本身没有肌肉酸痛也没有头痛这些比较严重的病发症 唯一有许多的病人却告诉我各种不同的不舒服感觉 有一个病人告诉我 他打了这个AZ疫苗之后 他的头皮长出一颗一颗的小颗粒 非常又痒又痛 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不舒服感 那么这一颗是不是列入在AZ疫苗产生的副作用之一 这个我们以后会讨论 另外一个病人跟我讲 他开始产生第十天开始痔疮 严重的痔疼痛流血 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情况 那我也没有办法跟他保证 这个就是AZ产生的副作用 还有一个病人 他说他昏睡了一个月 每天他要昏睡12个小时左右 所以这些的并发症都是大大小小 或许可以接受 或许大家能够度过这段的不舒服的感觉之后 你的免疫力就慢慢的会提升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 我们所有的国人 包括前面的医护人员在第一线的 打的都是AZ疫苗 但是现在各位知道 最严重的并不是AZ疫苗 而是印度的Delta变种病毒 Delta变种病毒的严重度在于 它是一个多点位基因的突变 一个基因突变就不得了 它有两个到三个基因点在突变 所以它会逃逸 它会隐藏 所有我们抗体的攻击及包围 所以在台湾所有目前比较大的共识 就是说AZ疫苗对于印度的Delta变种 打了一剂之后 大概只有三成的保护力 打了第二剂以后 大概也只有七成的保护力 在这里我所谓的七成 是在两星期之后有七成保护力 但是非常遗憾的一点 根据美国陆军病毒实验室的统计报告 到了十周 也就是不到三个月 AZ疫苗的保护力 对于印度Delta变种 大概会降到八%左右 意思说 经过你打AZ疫苗 打了之后三个礼拜 即使你打了第二剂之后的十周不到三个月 你对于印度变种病毒的保护力 剩下不到十分之一 当然这个是美国他们自己的统计 如果这个数字是属于真的话 那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而且非常的烦恼 到底AZ疫苗打了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这几天英国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 把AZ疫苗两针 灰瑞疫苗两针 跟第一针打AZ 第二针打灰瑞疫苗 这三组做一个相同的比较 结果发现 灰瑞疫苗打两针的保护力 当然它是在第一名 第二名就是 第一个AZ 第二个灰瑞 那保护力最差的 对于印度的Data变种病毒 那就是两剂都打AZ疫苗 在台湾 我们一般而言 这么缺乏疫苗的环境底下 都有一个共识 希望第一剂AZ 第二剂 我们希望打到MRNA 不管是莫德纳或是辉瑞 MNT这些疫苗 加强它的保护能力 甚至于这样的保护能力 比较两剂的辉瑞 能够有更多的综合抗体 及T细胞的毒杀能力 我们知道T细胞 它直接可以去围堵病毒跟细菌 让病毒细菌马上就消失 那么我们的抗体 只是在病毒跟我们身体接触中间 做一个阻挡的作用 因此在这里 我跟各位呼吁 如果你要自己能够在往后的日子 把身体照顾得很好 只要有机会 就赶快去打疫苗 当然这是每个人的心声 每个人都希望 手上拥有 赶快拥有这个黄色的单子 但是基于我们国家的环境 这个梦想可能还要再等一阵子 因为许多人都还没有打到疫苗 今天老人家开始打莫德纳 但是很多的中年年轻人 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享受到 这个保护的机会 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 你的各种生活习惯跟欲望 都是要好好的做一个调整 最后我要跟各位提醒的时候 在你还没有打疫苗的这段期间 你要做到什么样保护自己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尽量少出门 第二个你要做好这个口罩加上面罩 甚至于在美国CDC 他建议口罩是戴一个医疗口罩 外面再加一层布口罩 这样的防护力会更强 第二个就是对于Delta 印度变种的病毒 我们不只要保持一公尺 我们甚至要保持人与人的接触 要保持两公尺半以上 甚至三公尺更远的距离 因为Delta病毒 它的传播力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我想各位 把酒精消毒剂都做好 在身上随时能够在你身上的地方 接触点都要消毒 最好就是好好的待在家里 尽量减少外出跟人群接触 以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保护法 但是你能不能做得到 就希望不要再冒任何的险 也希望你在家做到期间 多多复习我们狂衣秀给大家带来的医疗尝试 能够在家里收看节目 也希望大家能够早日拿到我手上这个黄单子 预祝大家身体健康 预防胜移治疗 能够随时保持清洁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如果你希望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节目 按赞留言 谢谢各位 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 早日做好养生保健 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尝试哦